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月31號 那今天是禮拜三 剩下最後八個交易一日就要封關了 那明天開始進入到二月份嘛 也是進入到年假期間的 這一段的一個期間 那今天我們在1月31號的 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會針對整個二月份 國際股市它會怎麼去走 那這會影響到整個臺北股市 二月份它的一個變化 然後我們從國際股市的變化裡面 再來去擬定什麼 我們的一個操作策略 那畢竟呢 因為到時候我們大概有八個交易 就是跟國際股市脫軌嘛 所以我們要先從國際股市的角度裡面 再來看臺北股市它會怎麼去走 然後我們才知道說 那這個時間點我該怎麼去做買賣 所以今天節目蠻重要的 所以你稍微仔細聽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臺北股市今天早盤開低跌68點之後呢 目前稍微有點反彈 小漲個十幾點二十點左右 可是各位你不要掉以輕心喔 因為今天整個臺北股市啊 下跌的加速呢 還是比上漲的加速還要來得多 那昨天呢它已經先 昨天的指數先大跌 所以呢今天稍微有一點點反彈 我覺得那是合理的現象 可是呢在昨天我們看到 整個美國股市呢 哎漲多之後呢 是用跳空大跌的 來仔細看喔 以稻窮來看啊 昨天稻窮大跌了362點 好我們從技術面你會發現到 稻窮的走勢呢 它是出現一個跳空的一個下跌 那如果說在整個二月份呢 如果說美股這裡就見高點的話 那二月份呢 如果說美股出現震盪的話 那不用說啦 你台北股市呢 這個地方一定都會受到影響嘛 所以我說二月份的操作 我們要先從國際股市的角度 來帶到台北股市在封關期間 這個地方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好我們直接來看喔 以美國股市裡面來看 我們仔細看喔 美股呢它的一個走勢 昨天跳空大跌 那跳空跌下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到 現在還守在月線之上 那這代表著說 這只是漲多的稍微休息 你守在月線之上代表著說 美股在這個時間點 並沒有讓我們看到什麼 一下就出現走空的現象 可是有一個現象你要注意 這是月線的一個位置區 那也就是說從今晚開始 美國的月線它會一路的上移 一路的上移 那如果說等月線上移之後 美股再沒有創新高的話 那反而美股呢也面臨到什麼 月線的一個保衛戰 那以這個時間點來看的話 我預計是在兩週的時間 那這兩週的時間正好就來到 二月中嘛 那二月中正好是台股的一個封關 所以呢在台股封關 是記得這段期間 如果美股破月線 真的出現漲多而且出現了破月線 有修正的壓力的話 那我預計啦 封關前後這個行情 尤其台北股市一定會受到影響 所以你操作一定要特別小心 好所以呢要留意一下 這個月線未來它的一個上移的現象 好那殼頭是沒有 你聽我這樣子講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個走勢跟我在前兩個禮拜 1月19號之前 我跟大家講 等台北股市月線上來的時候呢 你要預防台北股市怎麼樣 它跌破月線有沒有 結果呢你會發現到 台北股市呢在這波的走勢裡面 昨天我跟大家說 現在還是維持區間嘛 那因為今天台北股市早上一開低的時候 打到月線的位置區 那打到月線又是創這10個交易日以來的低點啊 所以我之前畫線給大家看 我說這地方你先把它看作盤頭區間 那這個區間呢 等待月線上來之後 你要預防 這地方台股有破月線的風險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剛跟大家說 道琼兩個禮拜之後 它也面臨到月線的關卡區 所以呢操作不要亂做 那以美股的角度裡面來看 這地方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之前我們跟大家說過 蘋果的股價已經來到高點區 所以有些相關的個股不要去追 或許它在高檔的震盪還沒有跌下來 可是呢當蘋果一走弱的時候 有些個股它會撐不住 所以呢你會發現到 以昨天蘋果的股價來看 做頭之後再創低點 當初在這地方跟你預告嘛對不對 做頭之後再創低點 打到半年線 稍微可能會有點點反彈了 可是因為頭部已經出現了 所以我昨天在節目裡面 跟在line裡面我就跟他說 有些高檔形態的股票 比方說加折 181跌破就是最後的防守價 結果呢昨天到今天 都已經跌破181 股價都出現下跌 那再代表什麼 有些個股的頭部 它是浮現的 所以呢對於這些高位階型態的股票 千萬要避開 一定要避開 那當然你會問說 老師啊那那個過年之前 我到底這個地方我要怎麼去做 什麼樣的股票 可以讓我買的安安穩穩的 不要說每天去追高嘛 很多老師每天在line裡面 都跟你講一堆股票 但是呢我每天告訴你的股票 都是固定的 各位你來仔細看 我們要怎麼樣去掌握到對的股票 能夠讓你在農曆年前賺 農曆年後繼續賺 舉個例子來說 當初在低檔的時候 我就先跟各位講過 6169的育權有沒有 當初一突破頸限 低檔形成的時候 一突破頸限要轉強 我跟你說 429到43這地方進場去買 買完之後呢 當天供漲停 隔天再創新高 這樣子兩天就有16% 這都是屬於從 第一檔才剛要上攻的股票 再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 如果你錯失了第一檔 沒有關係 第二檔 那時候在1月25號的時候 我在LINEX裡面就跟他說 我們去買6541的泰福 有沒有 81塊你絕對買得到 你絕對買得到 當初呢股價也是從低檔 才剛要準備走攻擊的股票 結果你會發現到 三天的時間將近10塊錢 什麼叫10塊錢 也就是說你買一張啊 到現在為止三天的時間 你是先賺1萬 那如果說你資金稍微多一點的話 這地方買個3、5張要賺個3、5萬 買個10張我覺得都很好買 而且你都賺得到 但是這一檔個股 我要先說他沒有結束 他只是從低檔起來的出身段 後面呢整理整理之後 還有另外一段 還會再創新高 再舉個例子來講 什麼叫做還會再創新高 比方說1、23號 我們就跟大家講過號底 170還沒有動的時候 我叫你買 那時候買的位置在哪裡 就在這地方嘛 還沒有攻擊之前 我們先買低點 所以農曆年前 你不要老是去追高 買到一些高檔的股票 如果說其中只要有一檔個股 套牢比較深的話 你可能要買好幾檔股票 都未必能夠把它擬補的回來 所以我們精簡你手上的持股 運用你的資金 所以你會發現到 170買的號底 結果這兩天 今天還是再創新高 有沒有 那我說穩穩的賺 到現在為止最起碼 也差不多17塊 到20塊左右的一個獲利空間 後面還會繼續走 因為這種低檔的股票 還沒有結束 那如果你錯失了這些股票的話 你就說老師 那後面還有沒有 各位你再仔細來看 我記得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說這檔個股是下週 就是本週低價大標股 我說你要把握收斂三角形 末端這個地方 最佳的買點 好1月29號的時候 你再仔細來看 1月29號我把這邊這個圖形 我把它放大 1月29號我說 突破三角形開始要走攻擊了 快要走攻擊了 好我說把握最後的進場機會 那各位你可以發現到 當股價有低點的時候 我都邀你一起來 我希望你跟我們會員去同步 尤其農曆快要封關了 剩8個交易日 那剛我分析美股給你聽 我說在2月中旬這地方 美股也是面臨到月線的保衛戰 所以你台北股市 這地方是有機會破月線 但是你要去尋找的是 市場的資金的避風港 它到底在哪裡 所以你會發現到 有些比較低檔不需要大量的股票 尤其像一些生技股 很穩穩當當的 你就能夠獲利 所以當初1月26號 1月26 跟禮拜五 上禮拜五到禮拜一 我跟大家講 後面的股票準備走攻擊了 好那我們今天在LINE裡面 我們公布了這檔個股 因為有低點 我邀你一起來 那這幾天你打電話進來 跟著一起體驗的 你會發現到前面第一檔先買 有沒有 這是什麼 6497的什麼 亞思康 同樣也是生技的概念個股 6497亞思康 1月26號 4一半買 1月29號 41塊半買 你會發現都買得到 都買得到 結果今天盤中的時候 已經讓你看到創新高了 而且插一檔就工漲停 那這代表著說 很多個股你都不用去追 我們就是這樣子 穩穩蕩蕩的去掌握 市場資金的避風港 那當然如果前面的個股 你都錯失了 那後面到底該怎麼去做呢 之前我跟他說的 去掌握低檔型它的股票 我認為這檔個股後面潛力蠻大的 因為整個週限大底完成 連續兩週外資都在低接 所以後面準備飆漲的股票 就在這一檔 前面的個股錯失了 你不想去幫別人抬轎的 我讓你做轎 可是你一定要打電話進來 我才能夠幫得到你 那當然盤中有些 即時的一些訊息 如果你沒辦法掌握到的話 很歡迎各位 你加入我們LightAir的族群 到時候盤中我會告訴你 到底操作策略跟解盤的一些重點 所以呢同志們要 好好的把握住農曆年前 能夠讓你穩穩蕩蕩 獲利的一個機會 不知道該怎麼操作 個股跟權政有任何問題的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也祝大家這地方加入我們 裁員廣進的家族 謝謝各位 我會示範的手 你們新大的